身為一個INFP的投修者 在職場上很容易沒電 然後又沒辦法像生產者一樣 可以找到喜歡的事情 然後埋頭一直做下去 因為三分鐘熱度 然後又很容易沒電 就一直會常常懷疑人生 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裡 不知道自己的所愛在哪裡 放眼望去覺得 看得到的職業都不是自己喜歡的 然後又不知道 能夠養活自己的方法是什麼 真的覺得很困擾 旁邊的人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只是工作而已 為什麼要把它想得那麼複雜 但是沒有一點點火花 或是職場的環境不舒服 真的很難維持一個熱忱在工作上面